智能手機的屏幕材質常見到的有TFT、IPS、NCD、OLED、AMOLED等 其中OLED屏幕又是一種高端的屏幕材質 有稱為有機電極光顯示、有機發光半導體 OLED材質細分又包括有OLED、AMOLED、SuperAMOLED AMOLED也是OLED的一種,具有反應速度較快 對比顯示度更高、視角較廣等特點 AMOLED屏幕還具備則是發光、顯示效果優異 以及更低電能消耗的優點 而SuperAMOLED則更是屬於一種超血頻 它比AMOLED屏幕更薄、顯示更亮麗 在可視角度、顯示細膩度和色彩、鮮艷飽和度方面都有不錯的表現 但無論是哪種OLED材質屏幕 它們都具備最常見的缺點之一 就是面板的耐用性 由於它們的有機成分 這種類型的屏幕會隨著時間的流失而被損壞 俗稱燒屏 比如三星從S7發布那一代起 在期間許多用戶一直在報告 屏幕確實存在有燒屏的狀況 不過現在最新的S10系列和Node10系列 要比早前好很多 具備AMOLED材質的屏幕有一定的壽命 長期固定在一個頁面使用 屏幕必定會存在燒屏現象 所謂燒屏就是圖像殘影 但OLED屏幕保持在一個畫面 而且長期不動 這些元件由於持續發光 會導致提前碎變 使得亮度降低 最終在屏幕上形成烙印 一旦屏幕上永久留下烙印 那麼這將是不可逆轉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換屏 那麼我們該如何檢查 你的屏幕現在是否出現了輕微或者嚴重的燒屏現象呢 通常有兩種方法 一是直觀上可以看得到 在屏幕上如果存在凍結的圖像和殘影 那麼這就是出現了燒屏 燒屏越嚴重 圖像的重影就會顯得越清晰 一般這些圖像會存在界面的上下欄區域中 例如時間、電池、電量符號、通知或等好欄中的元素 而是基於檢查具有相同顏色圖像中白色的質量 理想情況下將此顏色與另一個AMOLED屏幕 具有類似特性的其他手機顏色進行比較 iPS LCD技術的屏幕可提供更崇勁的白色 如果對比你的AMOLED面板不是白色 而是顯示為淡黃色或者是區域繁黃 那麼這個面板很可能已經燒屏了 為了避免燒屏 如果您確實在LLA顯示屏上出現有烙印 那麼這幾乎無法挽回 據介紹防止燒屏 在其採訪索尼和RG高管他們表示 防止顯示屏出現烙印或者圖像殘留的最佳方法是避免產生靜態圖像 索尼發言人說 為避免燒屏的可能性 消費者應避免將靜態圖像長時間留在OLED屏幕上 例如將靜止的畫面或者是遊戲 長時間停留在屏幕上數小時或者數天 既然OLED屏幕有燒屏的風險 那麼手機生產廠商是如何為消費者提供維修服務或者保修的呢? 通常只要我們有原始購機發票或者購買證明 三星和RG以及大多數製造商都有支持 OLED屏幕更換和保修 歐洲地區在兩年內有提供保修 在其他國家地區則提供一年保修,比如中國 不過蘋果公司對燒屏保修的方法則不同 它認為使用戶使用不到的早晨不會進行保修更換 但三星在解決燒屏更換維修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們在某些程度上也有自己的條款 也許會拒絕更換新的面板 對於具有AMOLED和OLED屏幕的主要製造商三星公司 它們有提供自己的條款 是使用了非三星原裝產品設計的配件 充電器或者消耗屏 胃殼或電池的任何分泌都有破損 或者有明顯的串給跡象 產品中發生的損壞是由不可抗力或偶然事件引起的 因此這些情況下我們可以斷定 如果屏幕出現任何未不損壞 例如破損和划痕 它們可以隨時拒絕維修屏幕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